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咱们今天聊三个新闻 第一个新闻是王沪宁已经隐身将近三周 有一种分析认为王沪宁可能已经成为习近平的弃子 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王沪宁真的成为弃子的话 应该是出于两种可能 我们一会儿会分析一下这两种是什么样的可能 再有就是说这种可能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第二个新闻是关于一名官三代高调炫富 公开了他的官爷爷的照片和叔叔赵立坚抓拍照 因为赵立坚也是出现在他的抖音上 所以说很多人怀疑赵立坚本人也是一个官二代 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一会儿能跟大家聊一下 其实这件事也反映出为什么习近平要很整马云 其实如果我们要是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话 我们可能会觉得如果习近平不整马云 那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新闻的话呢 是关于这个安徽大白遭雷劈的事件 这个事情的话呢 就是中共官方的话一直是遮遮掩掩 到底是为什么 我想把这个事情和太原拆教堂 和太原的邮政局着火的事情连起来说 其实呢 我觉得很多看似无关的案件 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太知道 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了 那么在今天正式说新闻之前呢 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支持一下这个频道 咱们现在呢 先说第一个新闻 中共在北戴河会议之后呢 历来被视为中共大脑的中央政策研究室 出现了人事的变动 8月25号的时候 原中研市的副主任兼秘书长林尚利 已经调到人大去当校长去了 这个是一个副部级的干部啊 那么林尚利本来是副部级 所以说这是评级调动 就调出了中央正研市 这个林尚利呢 跟王沪宁的关系非常的紧密 在复旦大学期间两个人就是同事 也曾经是师生的关系 就是说林尚利呢 几乎是王沪宁的一个一波传承者 那么现在的话 他被调离这个中研市等于远离王沪宁 就是说他的仕途感觉好像走到头了 那么这个事情就有可能会反映出 王沪宁是不是失事的问题 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就是中央正研市自从十九大之后 高层人员基本上只出不进 这个报道中呢 列出了一些具体的这个人物哈 包括比如说王小辉啊 他原来是这个就是正研市的人 后来呢去兼任中宣部的副部长 那个到2018年的时候就离开了正研市 那么还有一个人呢 是这个正研市的副主任啊 就叫潘胜周啊 那么这个人呢 后来被外放到中共纪委 驻港澳办纪检组长 这个是2017年的事情 所以他也是出去了 但是呢就是也没有人员补充进来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张继啊 这个呢在2017年3月份的时候 升任了正研市的副主任 但是2018年的3月份 就是仅仅一年之后的话 就被调到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的副主任 所以说他也离开了 出去的人就出去了 就没有新的人补充进来 那么现在呢 中央正研市只有一个副主任 叫做田延培 所以说当时王沪宁管的这个地盘呢 现在是人是一片凋零 那么根据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有些人根据这些迹象啊 就认为王沪宁已经失势了 说王沪宁呢他的这个就是习近平最重要的智囊 这个地位已经被另外一个人取代了 这个人叫做李书磊 是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 这个李书磊跟习近平的关系很近啊 习近平做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 这个李书磊呢就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 所以呢这个李书磊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副手 真正的铁杆智囊 现在呢有一些内部的消息说 这个很多党内重要的讲话 就是习近平的讲话 都是出自于李书磊的手 那么现任这个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的部长黄坤明呢 预计二十大的时候会退休 那么李书磊就有可能会接证他的位置 然后呢进入这个政治局 这个王沪宁其实入场 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点例外啊 因为他以智囊的身份啊 和这个理论权威的角色 成为政治局常委 这个在文革之后是极为罕见的 文革以前我们知道像陈伯达呀 就是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 像这个张春桥啊 都是政治局常委 这些人的话都是属于中共 这个理论方面就是很权威的人啊 都是大笔杆子 但是其实陈伯达和张春桥 这个并没有自己的创建 只是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 更加善于揣摩毛的思想 就是善于揣摩上意 然后呢紧跟毛 这样的话才得到了毛的提拔重用 进入政治局做常委 但是那个时候 政治局常委也是一个摆设 也是一个橡皮图章 一切都是由毛一人决定 所以政治局常委 他们的角色就不是显得那么重要 而现在不一样 政治局常委的话 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共最高权力机构 他们都是享受正国籍待遇的 对吧 那么在这个文革之前 我们可以说政治局常委 他们只是毛的橡皮图章 文革之后呢 中共一度淡化意识形态的色彩 像这个胡赵时期 尽量的淡化这个意识形态的色彩 那么毛之后的邓呢 其实他并没有自己的理论 他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 这个并不能说是一种理论 因为你是一种理论的话 你得知道实践 但是明显的就是说 邓小平他都不知道 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所以只能是摸着石头走一步看一步 完全谈不上什么理论啊 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 就是专门管理负责理论的人 在这个中共政治局政治体系中 能够高升到政治局常委这个位置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江泽民 江泽民其实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他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这个时候 王沪宁他是以政治化妆师的身份 引起了这个就是江泽民的 就得到了江泽民的重用吧 他包装出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包装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和习近平的所谓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江泽民时代以后呢 这个王沪宁一步一步 以政治化妆师的身份 能够从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 逐步的进入这个中共的政治 这个政治权力的核心 最后进入政治局 然后呢进入这个常委会 那么实际上他的这个升迁过程 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是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这反过来说明哈 就是说王沪宁对于中共各界 这个党魁来说 是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么他的工作呢 其实也非常的难做 一方面的话 他要把某一届党魁的理论 比如说江泽民当政 他就要包装成为 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的制高点 那么但是当下一届党魁上任的时候 又要有所突破 又要超越江泽民 变成一个新的制高点 所以他必须在理论上 不断的去移动他的 这个就是理论的这种解释 或者是理论的定位 或者说他把某一届党魁的这个定位 最好从这个最高点的话 往下拿一拿 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看到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 王沪宁不得不在理论上 否定他之前的那些理论 也就是说 他在肯定习近平的贡献的时候 就不得不说前任有哪些不足 就不得不说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 他们的做法是如何削弱了党的领导 而习近平呢 就是在这方面就做的比他们更好一点 因此他在这个给每一个新的主子 提出新一套理论的时候 有可能会引起前任党魁的不满 但是呢 毕竟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共这个体制之内 谁是县官不如县管是吧 就是你一旦离开最高权位的话 可能很快就会过气 而且就是说 一旦离开那个位置上之后呢 除非你抓紧枪杆像江泽民那样 否则的话其实你在中共的政治生活中 已经没有太多的法言权了 所以我觉得他得罪前任领导 并不足以成为他被抛弃的理由 那么习近平如果抛弃王沪宁 大概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主动抛弃 一种可能是被动抛弃 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习近平是不是有必要主动 或者是被动的抛弃王沪宁 我们先看一下被动抛弃王沪宁的可能啊 那么被动抛弃的可能性呢 就是王沪宁成为各方政治势力 在斗争之后做出的妥协和牺牲的这个对象 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先例 这个先例呢就是王岐山 王岐山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 我们知道他大刀阔斧地清理江曾的派系 是吧 因此只要王岐山在位 江曾派系就如芒刺在背 那么当时我们觉得十九大之后 中共可能就是这个习近平 他有可能会去解决江曾的问题 是吧 那么在十九大上呢 最后习近平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在整个这个十九届 这一整届的这个五年的任期都没有去解决江曾的问题 那么外界基本上可以肯定 就是江曾民和曾庆红 以支持习近平连任来交换自身的安全 那么习近平怎么能够向这个江曾来保证安全呢 就是说他们支持你连任 那么你要向他们做这样安全的保障 那么习近平的动作呢 就是把王岐山调除政治局常委 而且让王岐山不再负责这个中共的纪律监察 包括这个国家监察部的工作 而只给他一个国家副主席的荣誉职务 那么也就是说 习近平是被动的拿掉了王岐山 是作为一种跟江曾派系斗争的一个妥协 那么对于王沪宁来说 显然不具备对江曾这样的威胁性 他们也没有必要说非把他拿下去不可 也就是说各派没有除掉王沪宁的足够的动机 那王沪宁今年是67岁 按照中共七上八下的原则 王沪宁是可以再做一届的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习近平 他没有必要被动的 把王沪宁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这是第一点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王沪宁主动疏远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习近平主动疏远王沪宁呢 这个也只有一种可能的情况 那就是王沪宁功高震助 否则的话 如果以王沪宁他对习近平假如是百分之百的忠诚 是绝对的忠诚 同时的话 他又为习近平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那习近平是没有理由把他换下去 对吧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王沪宁功高震助 这个就像当年的商洋变法一样 我们知道当时商洋变法 这个是得到了秦孝公大力的支持 那么后来等到秦孝公驾崩以后呢 那些反对商洋的人 他离见商洋和这个就是秦孝公 就是继秦孝公卫的那个人是秦桧文公嘛 就是离见商洋和秦桧文公关系的人 他们所持的理由就是他们向这个新的国君报告说 现在百姓每次提到秦国的法律 不说是秦王的法律 而说是商君之法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 这个商君等于是已经抢了这个国君的风头 功高震助了 那么当然秦桧文公本来就很痛恨商洋 因为商洋把他的老师一个是割了鼻子 还有一个在脸上刺字嘛 所以呢秦桧文公就借机发难 最后商洋被捕车裂 就是他死得非常惨 这个事情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王沪宁是否功高震助 就达到了商洋和秦桧文公这种 就是无法相容的程度 水火不能相容的程度 我觉得也不会 因为我们从王沪宁的表现来看 王沪宁其实一直是有意隐藏自己保持低调的 每一次习近平出现带着他的时候 他总是远远的躲在后面 躲在习近平的阴影里边 《华盛顿邮报》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我们曾经就专门做节目 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篇文章说 王沪宁才是你应该注意到的 就是在中国一个重要的人物 这篇文章其实是来自于 一个叫做把金的杂志 是美国知名的广播节目主持人 休休伊特 他写的一篇专栏的文章 这个里边的话 就是说这篇文章 就是在美国的国安专家中 也一直都在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说 王沪宁几乎可以肯定 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说王沪宁虽然鲜为人知 但是他实际上是决定了 中国未来的方向 也就是说他能够左右习近平 对他的政策的考量 而且甚至有一定的强制力 他能够去说服习近平 去执行王沪宁的主张 那么这个文章呢 就是在这个 就是西语社会里边 流传的非常广啊 就是因为 关注王沪宁 关注他的主张的话 大概你就能知道 中共未来几个月 甚至未来几年会干什么 当然那篇文章 特别特别的长啊 但是他揭示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习近平的 每一个标志性的政治概念 都是王沪宁提出来的 包括中国梦 包括反腐 包括一带一路 战狼外交 甚至包括就是什么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真的特长啊 这名字 那么 所以说呢 就是王沪宁 其实他是 这个习近平重要的智囊 甚至他能够决定习近平 他的这个政治路线 那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习近平也没有必要 清理王沪宁 是因为习近平在第三次阵棋的话 他仍然会延续过去的路线 加上王沪宁 没有功高震主是吧 特别是十九届六中全会 王沪宁主比的那个 就是什么中共建党一百年的历史决议 是把习近平推上了 超过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 这三代领导人的这种地位 就是习近平的地位 已经在这个 王沪宁起草的历史决议中 高于邓江胡三代 所以我就不认为习近平是有必要 清除王沪宁 毕竟他为习近平立了很大的功劳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是特别反感习近平 是吧 那么如果大家知道习近平背后是王沪宁给他出的这些主意 就会更加反感王沪宁 那么既然不希望习近平连任 当然也就不会希望王沪宁连任了 是吧 这就像普京继续当俄罗斯总统已经够糟糕了 但是普京的精神导师 杜金仍然时刻围绕在普京的身边 你想这个画面就觉得有点头疼 是吧 那么如果这个习近平继续连任的话 王沪宁仍然继续给他出这些搜主意 什么战狼外交啊 一带一路啊 等等是吧 出去大撒币啊 那么这个也会让很多人觉得特别的难以接受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我们的愿望是一回事 事实呢 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大家观察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继续用王沪宁 就是在二十大上 就是让王沪宁仍然在常委中待着 比抛弃他呢 更加符合逻辑 当然你也可以说哈 很多事不是逻辑能够解释的哈 突发事件总是有 比如说王沪宁突然间中风瘫痪了啊 或者习近平心脏病突然发作了之类的 但是这是属于人算不如天算是吧 我们的分析 我们只能根据逻辑去推演啊 我们很难把一些突发因素考虑进来 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呢 我其实并不认为习近平会主动的 或者是被动的去抛弃王沪宁 也就是说王沪宁并没有真的实施 甚至可能正在被委以重任 就是起草 替习近平起草这个二十大的报告 说完了这个事 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第二个新闻哈 第二个新闻 现在我是在阿波罗网上看到的哈 说这个有一个大瓜 就是这个赵立坚 这个抓拍照啊 被发布了啊 这个发布的人呢 可能是赵立坚的侄女 一官三代炫富坑爷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公布出来的这个赵立坚的照片 这里面有很多照片哈 都是在那种非常私人的隐秘的这个地方发布的 呃 这个发布者呢 叫做成臣啊 Sabrina 呃 他呢 这个现在抖音账号已经全部被清空了 但这里面的话呢 有很多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这都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场合 比如说这个 就好像是在大会堂搞什么 这个宴会哈 他能够去 呃 然后呢 还有比如说跟什么拜登一块 这个照的照片啊 进教育台 其实进教育台并不是一个 进教育台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 就是这个呃 就是就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东西哈 因为原来我们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去在钓鱼台包一些包间 然后请一些重要的人去吃饭哈 就是所以所以钓鱼台 像我们这种就是跟政治没有关系的大公司的人的话 也是可以进的 就在钓鱼台里面吃饭 这个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呃 但是呢 就是说他有很多的这个照片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是在在在白宫里面啊 就是这个这种照片呃 就是非常就是privilege的是吧 就是你如果不是那种政要的话是没法去的 你这很显然就这个人 他是他的爷爷登上天安门 那可能就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场合是吧 铺着红地毯 所以呢 实际上就是说他这个人他是非常有背景的 非常有背景 有背景本身并不是问题哈 当他炫耀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说大家可以看到哈 刚才我划过去的这些东西 就是他的账号里面啊 这一下子就收了240万元啊 就是一笔收到240万 然后转账的话呢 这个转账了900多万啊 应该是900多万吧 对900多万 然后呢 这个这个花费什么94万6000多元啊 这个搞什么文化休闲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的话呢 他这个什么这个余额啊 这个支付宝的余额可以达到这个872万之多 然后这个的话可能更夸张啊 这已经达到了这个5300万人民币之多 中国银行 所以你要看这个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一定是一个这个绝对是有政治背景 而且是具有钱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就要不免问一个问题是吧 我们就不免问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巨额财富到底从哪里边来 哪里来 呃本来这个事就是说大家只是怀疑哈 就是也没有相关的证据 你也可能只是在这个 PS出了一张图 但是问题是中国的大陆的各大平台 现在把所有的截图都被都都给屏蔽下来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更说明这些东西 它是真的 我们这里想说的是哈 我并不是想说这个 这个红三代和他有多少钱哈 因为他这钱什么5300万只是他这个所有财富中的一个零头是吧 那么我想说的是呢 当当大家用支付宝转账的时候 大家使用微信支付的时候 这种大规模的转账 就像我刚才说的哈 比如说他多少多少钱 这种转账就变成了阿里巴巴或者是腾讯的数据 也就是说马云也好 或者是马化腾也好 他们如果想知道谁是红三代啊 谁有钱 然后呢 这些人他们出现在哪里 他们通常是在跟哪些人交往 是吧 那这些事情的话呢 就是在他们的大数据中是很容易抓到 然后呢 很容易进行分析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敏感信息的话 当然都是属于中共的国家机密 所以我觉得当我看到这些账号的截图和图片的时候 我反倒觉得习近平如果不整马云和马化腾 才是一件怪事啊 因为你等于是知道他们掌握了很多中共高层的机密吗 说完了这个之后的话 我想说一个第三个新闻 这个新闻也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安徽的南陵市 有一个南陵广场 这个广场呢 当人们在排队做核酸的时候 突然之间一道雷劈下来 这是在这个做核酸的时候 然后突然之间这个一道闪电劈下来 劈下来之后呢 就是一直劈到广场上 然后呢就就打死了两个人 那么这两个人呢 中共在官媒报道中的时候 经常是这个 就是中共在官媒报道的时候 是在遮遮掩掩啊 什么正在健身的群众被雷击身亡啊 后来又说跳广场舞的时候 被雷击身亡啊 实际上的话呢 是人们在做核酸的时候啊 在做核酸的时候就遭到了雷劈 呃 死了两个啊 伤了两个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想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啊 是有无数的不幸的事情发生的 而且我们必须承认 这些不幸的事情 绝大多数都是人为的 也就是说 这个社会的苦难 很多时候都是人为的苦难 我昨天看到一个报道啊 说有一个小姑娘 她准备这个注册会计师 然后呢 花了大量的时间 结果考试当天呢 由于小区小区被封闭 这个相关的人就 这个可能是保安 或者是什么小区的管理员 就不让她离开小区 这位姑娘不知道 花了多长时间 花了多少钱啊 上了多少班 然后付出了多少熬夜 付了多少心血 就在准备考试的这一天 突然之间你把它封起来 不让它出去 这就是当这个你们 就是中共在过分防疫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毁掉了多少人的前途 刚才这个人 他是一个 就是可能是小区的管理人员 就是在大白 在整个防御中 当然我不说每个大白都是这样 但是很多大白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也不知道做了多少 不人道的决定 不肯把枪口抬高一寸 那么这种防疫的话 就积累了大量的民怨 按照中国古代 这种天人感应的说法 当这样大的民怨 在聚集 这郁节的时候 大汉和很多天灾 它的发生就不是无缘无故的 那么我想说的时候 也许很多人是不相信天人感应的 就是在中共的教育之下 什么搞进化论啊 洗脑啊 不让你相信有神的存在 不让你相信天人感应 不让你相信善恶有报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不管中共怎么叫你不相信 中共自己是相信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新闻报道的时候 不敢提做核酸的事情啊 遮遮掩掩 今天呢看到一个新闻啊 说这个山西太原 有一个教堂被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有一个教堂被拆了 是太原的这个天主教的圣母教堂 这个是在太原的一个区里边啊 就是太原的某一个区 这个天主教教堂被拆了 这个教堂是典型的哥特式的建筑啊 外形有点像这个巴黎圣母院的样子 现在呢已经被移为平地了 背后的话 你看到拔地而起的小区 感觉是非常的现代化 但是人文的东西已经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哈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神 即使你不相信神的话 你至少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文化符号来保留 是吧 我记得当年塔利班在夺取这个阿富汗政权的时候 就是用炮啊 这个用炮火去摧毁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立佛的佛像 就是巴米扬大佛 然后后来没多久啊 也就是大概一年之后就是发生了911事件 然后这个这个美国就出兵阿富汗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当你做这样的事情 毁教堂啊 就是毁这个佛像啊 这都是有报应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不信神 你应该觉得这个文化符号值得珍惜 值得保留 如果你相信神的话 你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难道就不怕报应吗 今天看到另外一个新闻 就是关于太原啊 就太原现在这个一个地标的建筑啊 就是建筑油正 太原地标建筑就是油正大厦 多次爆炸和起火 官媒晋升 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有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这儿爆炸呀 那儿起火呀 天灾人火呀 其实我觉得都有可能 是跟中共的各种倒行逆时啊 这个冒犯神是有关系的 当然我是说是这样说了啊 这期间是不是真的有联系的话 还是交给各位网友去自行的判断 最后呢 我想感谢台湾姓王的一位教授 对我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 我也非常感谢购买中华文明史签售版实体书的朋友 这本书在eBay上我准备了200套 目前卖了已经差不多100套了 就是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这种支持的话会让我们把这个文化产品 就是能够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 今天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留言 说为什么不感谢一下在亚马逊上购买瓶装书的朋友 当然也要感谢哈 当然就是说每一个人微不足道的一些 哪怕是你捐了三块五块的话 我都同样感谢 这个但是我想说呢 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就是其实大家可能看到 我今天开始的相当的晚11点才开始 因为是因为我今天一直开会开到10点钟 就是晚上10点 然后大概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准备这个就是稿件 然后的话就是11点的时候就开始直播了 真的非常紧张 每天晚上基本上直播完了之后 就是处在一种脑力浩劫的状态 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通常直播完了之后 还要再过一会儿才再处理一些其他别的工作 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对我的这种 就是说购买我的文化产品啊 就是这个对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啊 包括捐款 所以在此呢一并表示感谢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了 如果您对我们谈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大家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 汇城巨著 百家大义 唯唯到来 希望之声精品网 希望之城 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第二部大型讲史系列 中华文明史 为您重现中国历史上最璀璨的文明之珠 让您在轻松的观赏中 汲取古老的智慧和对当代的启迪 今天就登陆 Land of Hope.T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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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